1月28日 史氏班禪愛國思想學術研討會 在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舉行 會議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幹事鄭堆主持 中央統戰部斯大同志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遠爵 十一世班禪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胡巴等待 先後講話 中國藏一系高級佛學院副院長徒多申格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文班多傑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張雲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議審公布預解等先後發言 來自藏學界的專家學者 佛教界的代表 以及十世班禪大師的新書代表等百餘人出席了研討會 十世班禪大師俗名官保慈丹 1938年出生於青海省巡化縣 三歲被選為九世班禪的轉世領統 1949年6月3日 經國民政府批准免遇車簽 並於8月10日派現赴金海塔爾斯主持座床大典 即認為十世班禪 1949年10月1日 十世班禪於金海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 明確表達了對新中國和中央政府的擁護愛戴 以及擁護國家領土及主權完整的政治態度 此後數十年大師愛國愛教一片志誠 身體力行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 不遺餘力發展藏族和各兄弟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事業 1989年1月十世班禪赴西藏日喀澤 扎氏倫布斯主持武士到九世班禪大師遺體和葬寧塔四點的開光典禮 1月28日因操勞過度突發心臟病元祭 享年51歲 1月28日 史氏班禪大師元祭30週年紀念法會在北京舉行 上午9時在廣祭寺、雍和宮和西皇寺三場紀念法會分別進行 有序展開 法會現場素目莊重 宗教界教職人員按傳統衣櫃送讀經文 虔誠祈禱 1989年1月 史氏班禪赴西藏日喀澤扎氏倫布斯主持武士到九世班禪大師和葬寧塔四點的開光典禮 1月28日因操勞過度突發心臟病元祭 享年51歲 史氏班禪大師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著名的國務活動家 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 中國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